但是之前很多朋友說 說吳蒂龍真的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拍文戲了 還有很多朋友一想可能還能真的能想到梁柱的一時代 嗯 對 最後有很漫長的時間 之後所有的古裝戲基本上都是動作片 但是這個是什麼造成的 是自己有意拓展一下另外的方向 我覺得可能是投資方或者是市場上面 他們覺得 因為一般來說古裝戲 以前那段時間確實是以動作戲為主 因為動作戲的市場可能比較大比較廣一點 所以大部分的投資拍的戲 可能80%的古裝戲都是動作片 那他們覺得我伸手應該還不錯 然後也拍了一些動作 他們可能覺得還挺滿意的 所以就一直找我 那就很習慣地慢慢找我拍的也都是動作的戲 所以這次找我拍演李玉 李厚祖這個角色 我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 呃 還是有製作人可以看到 就會動作之外的我是什麼樣的 那有什麼樣的潛力可以做到什麼戲 所以 對我自己來講我會給自己一些壓力 然後我會 我會很希望 呃 這個角色出來的效果 是大家會滿意的